洁安乡公所农业发展推动咨询委员会 在日前召开了年度大会 由乡长亲自担任主持以及主席外 会中除了针对报告事项进行讨论 也特别安排农业技术指导研习课程 透过专业分享让农业发展持续精进 农业发展推动咨询委员会 从去年首次成立以后 就成了公务部门和在地农民的沟通桥梁 透过定期的会议 观摩 参访 以及及时的反应机制 适时的交流专业上的意见 同时达到政令宣传的目的 有这个试询会其实对人我来讲 它是很直接 非常的直接 我们班员里面开班会的时候 有什么问题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直接跟农会 跟乡长直接面谈 我们可以争取到相关的资源 农友需要什么东西 就不会再有繁荣的一些行政的流程 造成很多很多的事情 我们会推展得很慢 这样非常的直接 而且定期的办一些观摩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各县市 外县市 他们的新的一些的 一些的栽动的方式 或是病毒害的妨害 为了感谢委员们一年来的辛劳 乡长游淑珍也逐一的自证感谢状 和客制化的陶碑 给在座的每一位委员 在109年成立了 花莲县吉安乡第一个农业咨询推展委员会 希望借由农民的这一些专业 跟不同领域的一个经验 来分享吉安在整个农作上面的一个精进的目标 也能够达到所有的委员 互相来参酌意见 互相来分享他们过去在执行上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最重要的我们的神农奖 以及吉安市保以外的农产 我们也都列入 到我们的农产到位之后 所有的烹调跟整个执行上面 也需要仰赖一些妇女的委员 来作为一个精进的内容 我们相信每一次的会议里面 我们会把我们工部门 甚至于花莲县政府农业处的 这些规范以及中央农业的整个规范的说明 很到位的跟咨询委员们来说明来报告 那咨询委员也可以把到位的基层 在所有的农作上面的问题 来作为一个承报跟分享 我想有充分的共通了解 跟经验的这样的一个传承 才是农业未来的推展 游淑珍表示 他将会持续借助委员们的专业长才 为吉安乡的农业取得共识 朝向精致化来大步的发展 为推广农产的同时 提升他的附加价值 并且结合观光农游小旅行 下乡体验农村生活等多元的行销企划活动内容 来共创乐活幸福友善的吉安特色农业 记者徐立琴吉安乡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